因为没有自己的酒庄 邓忠祥需要在租界的场地进行样造 但是每一个酒庄都有自己的规则 任何一桶酒都必须遵守规则 灌庄的这个时间 过滤的时间 我们需要跟酒庄去预约 预约到你满意的这样一个日期 是OK的 你没有预约到你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去妥协 所以每次在这种妥协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自己的酒庄 针对于我们自己的酿酒理念 你其实不需要去妥协 因为这个是别人干扰不了你的 然后我们自己选定的这个葡萄的品种 我们自己选定的这个发酵工艺 我们自己选定的这样一个发酵的风格 主要是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在定的 那么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坚持的 在经过了紧张忙碌的准备之后 邓忠祥自己酿造的葡萄酒已经发酵完成 根据夫妻二人制定的流程 这个时候孙杰需要对葡萄酒进行品尝 从而确定接下来几个月 葡萄酒的发展方向 邓忠祥即将迎来最紧张的时刻 如果他失望的话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没有太大意义了 他开心了 他高兴了 哪怕是这些酒我们不卖了 我们都自己喝掉 我觉得也都OK的 我不知道这两杯怎么 香气还不错 我每次喝我都想咽下去 哈哈哈 真假的 嗯 没有这么好 嗯 就是想让人咽进去的那种好 那就对了 哈哈哈 好